《時代論壇》每周社評 2016年7月17日 第1507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留言是日常生活裡幾乎不能夠倒絕的現象 不過近期香港社會的留言似乎接二連三 當眾有大型火災期間無名無捐的廉財陷阱 也有針對特定族群的醫療資源危言耸聽 以致政治和信仰聯繫的真假難分 導致有關方面要急急澄清 留言要取信於人 往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而隨著社交網絡的成行 身處其中人人都成為了編輯 有份於信息的再傳播 實在是要日日打醒精神 為各方湧來的資訊加以覆核 篩選和把關 方能維護誠信 既為己為人 亦都避免成為鬼詐的舌頭都仲不明不白 留言的出現 背後常見獲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動機 但在社會人心虛脅信任低迷之時 留言總是傳得更快更廣 特別是當在上的作惡失信 所傷及的就不僅僅是 惡事裡的受害人 社會人制裡最基礎的信任 亦都會被逐步蠶食 參尼加書七章一至六節 當銅鑼灣書店事件 挑起港人憂慮 一國兩制還能保障人身安全 特區高層度內地磋商事件 卻變成被認罪片段放映會 當特首涉嫌收受外國公司巨款 疑慮未清、調查未了 廉政公署高層人士變動事態 又未能讓公眾信服 當食日涉嫌參與劏房投資的高官 今日揚言要將之刑事化 回望今日感情荒謬 再看近年民調顯示的政府低迷民望 就會發現 今日香港不時留言處處 豈是無因 官乎其他地區 不信任本身 已經是政府辭職下台的充分理由 這個其實並不關乎做政治和做實事之間的空言稱高 而是不切實理會政治信任問題的話 就根本連實事都做不來 就如立法會會期完結前審議 關於醫務委員會改革的政府草案 試圖加入由政府委任的業外委員 引起軒然大波 反對草案的醫生團體被指抗拒改革 只是故意相違 贊成草案的 就被指今天缺乏認受性的政府替他抗拳開路 對於認真尊重和回應民意的政團 就顯得左右為難 所問題的關鍵 其實是社會大眾對現任特首和他所委派的糧粉都沒有信心 眼見現今港大大委會的情況 自然就聯想到未來醫委會的情形 一個相談已久的改革方案 就此陷於船窩 還讓醫生和病人利益 跌入毫無必要的對立局面 社會制度的缺失缺陷 不是今天才有 人性負面的失信失行 只是於今有裂 基督徒身處其中 要行公義 好憐憫 添卑與神同行 見尼加書六章八節 要這樣做 總是要在主前醒察自己 為弱者給予幫助和發聲 更要盡力秉持誠信 之所辨別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值得支持的要擺上支持 需要下台的就要好言相勸 一點燭光雖然微小 總信又合主使用之時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